如果人的耳朵无法区分冠状病毒和喉咙痛 那么人工智能或许能够做到 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组计算机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算法 可以仅通过听他们的咳嗽声来确定一个人是否患有新冠病毒 目的是在将来把这一发现转变成消费者能够应用的程序 通过分析5000字咳嗽记录 该程序确诊了98.5%的病例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该算法发现了100%无症状的患者 他们的咳嗽声有所不同 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成果能够被制成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该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听咳嗽来立即检测到病毒 当然还应该在实验室中确认阳性结果 这项工作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来自洛桑理工学院的瑞士研究人员 也在研究类似的应用程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